大家好,我们继续分享圣经马太福音二十八章第一节 安息日将近七日的头一日,天快亮的时候 马达拉的玛利亚和那个玛利亚来看 分不忽然地大震动,因为有主的使者送天上下来 把石头滚开,坐在上面 他的容貌如同闪电,衣服洁白如雪 看守的人就因他吓得浑身乱战 甚至和死人一样,天使对妇女说不要害怕 我知道你们是寻找那钉十字架的耶稣 他不在这里 照他所说的已经复活了 你们来看安放主的地方 快去告诉他的门徒 说他从死里复活了 并且在你们以前往加利利去 在那里你们要见到他 看了,我已经告诉你们了 妇女们就急忙离开坟墓 又害怕又大大的放去跑去 报给他的门徒 忽然 耶稣遇见他们说 愿你们平安 他们就上前抱住他的脚 拜他 耶稣对他们说 不要害怕 你们去告诉我的弟兄 叫他们往加利利去 去那里避见我 那么 耶稣在被钉十字架 这个死亡 被一个约瑟 叫约瑟的财主 向皮拉多求情 安放在这个坟墓里 那么 那么 以及 这个民间的长老 文士 法利赛人 地司长等等 他们 是怎么 要求皮拉多派重兵把握 因为在他们认为 复活就是 人形肉身 再活过来 死了再活过来 从某种程度上 这都是一种偏执的认比 耶稣讲 绝对不会讲这么死活 耶稣是成圣基督 神人合一 天人合一的人 那既然 死了还要再复活 那何必死呢 那直接吃点肉身走就完了 所以就这么简单的道理 像耶稣他会不明白吗 那耶稣再三给大家强调复活 是怎么回事 当然这个复活呢 实际上呢 就是指 我们的灵 我们的神 我们的天赋 脱离了肉身 去掉人皮以后 断开不再相续 回到家 自己去对自己进行评判 升级了 构格了 就叫复活 你还可以再去做 比如说人吧 还可以再去做人 有这个资格 你还可以或者做人 比人还高级的 那你当然不行了 你做人的本钱都赔光了 做畜生的本钱 可能有 那你去做畜生 那就不叫复活 你就不能再活 成为人了 或以上的 而只是 这叫死了 你作为人了 以后 你就没有那个权利 就死亡了吧 那你就只能去做畜生 甚至那样畜生 都做不成 做植物 植物也做不成 做细菌 细菌也做不成 那病毒 那怎么办呢 那就是蹬着俩眼 栽在石头里 所以叫丸石 当然这一个过程呢 以后在宇宙人生 统一论里头 或者真理真相的时候 去跟大家仔细的分享 这就有规则 就是这么定的 这实际上 一切都张掩在 这个物质世界的 这个物质里头 也在我们内心当中 只要我们相互 印证 这些都可以 搞得到 那么在这里呢 就是啊 复活 所以呢 就这帮 这个 这个文士 祭司长等等 我已经把耶稣的尸体呢 实际上是给灭尸了 我叫你复活 你没有这个肉身 你怎么复活 所以这是一种偏执的任务 也包括耶稣的门徒 甚至于马太 认为 他复活需要 还需要原来的那个身体 还需要那个身 那何必死呢 所以 其实东京王文化都一样 有一些人 佛教的 把什么红化 死了又 变成很小的个人 明显造假嘛 人 死了什么红化 既然你说啊 他要复活 还要 借助 借尸还魂啊 还要怎么着呢 借尸还魂 那另外一个概念啊 就是这个尸体 还要再去活过来 还要在这个物质时间行走 那何必死呢 啊 就这里你盯一下 盯一下就走了呀 你 所以这种东西 这个复活 耶稣讲的复活 就是我跟大家讲的 你回去以后 你成功做成人 得自由 啊 嗯 而不需要受限制 那就是复活 首先要复兴啊 你先起来 起来以后对自己 固执红尘啊 走一遭啊 走两步走的怎么样 你自己有个平派嘛 自己的天赋都明白 自己的圣灵都是圣洁的 自己想欺骗自己 都欺骗不了 自己做的事 怎么欺骗自己呢 所以 没有谁去审判谁 啊 你自己去审判自己 自己做的事 自己想的 甚至于自己念头起来的 那别人不知道 自己还不知道吗 所以叫别人 不知道自己审 别人还哪有那 闲工夫啊 得去 去知道你怎么想 你怎么做的 这都是就觉得自己 挺大 人家还要审判 审判 就好像是觉得自己 有分两次的 审判 自己就自己 自作自受 自己去审判 最简单了 这规则就是这个样子 所以呢 那一讲又多了 那么 把耶稣的这个尸体 给他灭了 偷偷摸摸地给弄走了 所以也找不着 后来这些人又去找尸体 人都埋掉了 埋到坟墓里 你找啥 所以这个马太自己也不清楚 再加上后来一些所谓的 就是耶稣所骂的那法利塞人 和撒族该人 勾引人们入教 相信耶稣是神 我们都不是神 耶稣告诉我们是神的儿女 人人都是神的儿女 耶稣再算斥责这些人 但是那就死活就 就就就就 偏执啊 并且弄一些这个 妖言惑众 模糊边界转移概念啊 好像是多么高大声 以至于到今天 大家对耶稣的一些话的 真实的含义呢 已经搞不到了啊 就认为啊 其实呢 从目中上就开始满足自己 一己之私 偷鸡取巧走后门啊 走捷径 什么 又开始 就是违反平等原则 那肯定是违背天道的 那么在这里呢 呃 补充一下吧 算是 而且复活呢 到这一节里头 还在讲这些东西 还在找这个尸体 那么这个是指 安息日的将近 就是指 安息日嘛 啊 在旧约里头啊 犹太人的祖宗们 认识到神们 创造宇宙天地 人生万物的时候 工作了六天啊 第七天休息了 所以就安息日 而是随着人们 在这个世界的 呃 存在的这个过程 所谓的命运的 过程啊 命啊 那么就认识到了 人啊 到这个世界上来 最大的使命 就是首先要明白 人自己是神 明白了自己是神 明白每个人皮后面 每个人皮后面 都有一个灵 有个魂 有个天赋 有个阿易 有个 呃 什么都可以 阿赖耶 如来等等 那么你才是认识到 真理真相 认识到我们制定规则的 那个基础 现在把妖里头都给拿出来 所以呢 那么就觉得 啊 认识到 神很重要 啊 就把这个安息日啊 本来就是第七天 是休息了嘛 那么就作为 很重要的一天 作为 七日的头一日了啊 就是我们今天 说的星期 或者礼拜 一个礼拜 一个星期 等等 第一天 因为这是最重要的事情 这是一个演变的过程 所以那个安息日相继 礼拜天 快完了 啊 也就是 七天的头一天 那么怎么办呢 天快亮的时候 嗯 摩达拉 和那个玛利亚 和那个玛利亚呢 就来看坟墓 因为坟墓呢 又兵把手嘛 看坟墓干啥 你可能就祭典 或者怎么 忽然 地大震动 有主的使者 从天上下来 把石头滚开 嗯 坐在上面 他的容貌如同闪电 衣服 洁白如雪 有大震动啊 山体滑坡啊 这个地震 都是大震动啊 再一个呢 其实这个大震动 就是当时这个天气 我们说过嘛 耶稣 礼拜五吧 啊 就是这个 头一天 顶十字架那一天 天就暗了 那时候就阴天了 啊 天上昏暗 遮住了天阳 深追乌云密布 那么 礼拜六啊 估计也是有这么一个 延续散散散散散散散的 也有这些所谓的 所谓的异象 那么到了礼拜天 啊 接着啊 有大震 所以呢 天使啊 那就是天使 这就是 看着往上靠呗 他的容貌如同闪电 谁看着谁的容貌 像闪电 在前面说 耶稣上那个 山上去 这个这个这个 祷告的时候 也是容貌如日头 那就是日头了 那么这里容貌如闪电 这就写的就是这样 那容貌如闪电 它就是个闪电嘛 啊 衣服洁白如雪 那么这个时候呢 就有一种天气 大家也想 不是阴天 啊 天上有云 啊 但是有白云 啊 那有闪电的地方 一闪啊 那个云就更显的 就是打闪 打雷 红隆 小 和巨大震动 那天上震动嘛 为什么人想 天上有神的使者 有异能者 有超人 啊 当然天上是有 但不会这么去 来的啊 看手的人就吓得经验吧 实际上 就相当于我们前面分享 中国还有六月学呢 分什么地方下 到现在中国才 明白了六月学 有 但不是常有 不是每年都有 可能一百年 可能八十年 可能二百年有一次 当然了 由于不是每个人都能碰到 就会惊喜 这些都没有什么惊喜的 这是气候的变动 尤其像现在的这个气候恶劣 跟人的活动都有关系 但是人死不认账啊 就是说 什么什么 地球变暖 实际上没变暖 地球一直从太阳吸收热量 也在一直在向 这个宇宙当中释放 又讲又扯远了 我们再接着回来 那么其实呢 这就是 就这么一个过程 马太太就是 记着了 有使者下来 可以 这对你们不懂 什么是复活吗 结果呢 天使还说话了 说不要呀爸 你们知道 你们要寻找 那钉子 十字下 耶稣 找他干啥 钉都给钉死了 你们还找他干啥 说白了 就是怎么回事 就是要衬托这么一个气氛 形容这个这个这个 耶稣复活要重点 因为他们没见到耶稣复活 但是呢 一定要说出这个耶稣复活 实际上耶稣的尸体呢 早已经灭尸了 在耶稣被钉死以后 迅速就被灭尸了 至于怎么灭尸的 等着大家回到天国以后 自己就能看到 自己就能了解到 咱在这多说都无疑 大家先暂且开摩着 那么 定时的下耶稣 你们 来 看着安装主的地方 跟空的吧 把坟墓打开给 有必要吗 就算是耶稣的使者 有必要像 这种狂妄的人 去展示这些东西吗 活着的时候的话说 已经够多了 死了再去展现 叫大家去追死 人 神 真正的神 我们每个人 唯一的真神 都没有那么狭隘的 自己去想吧 那是人 以物质红尘 迷惑了的人的心态 去思考自己的神 那就是很狭隘 这就为什么 这就叫真正的自欺欺人 那给没了良心 把圣物给了狗 等等就是这样 因为自己舒服啊 自己做了缺德的事啊 自己觉得对不起神的事 做了对不起自己良心良知的事啊 你这样一讲啊 你可以安慰良心啊 可以去良心 你你跳是吧 都那样嘛 自己就心安了嘛 就是为了求一个心啊 其实人活着 就是为了求自己心啊 一个是真正的心啊 一个是 是昧着阿伯特 按住了啊 那是心安 耶稣已经复活了 没有吧 他就告诉他门徒 他已经复活了 是复活了呀 耶稣成生了 神人可以 没尝到死的滋味的时候 已经达到神人 何以明白道理了 那就是说些实话 已经展示出复活来了 古今中外 古圣先贤都有的 哎 那么告诉他的徒弟 并且 嗯 说他已经复活了 并且在你们以前 往加利利去 加利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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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直讲加利利 我一直想跟大家分享 加利利啊 实际上就是耶稣在 当然以色列有这个地名 到现在可能还有 那么 这个这个这个 就是说一个地上 相当于世外桃源 那种个地方 得自由 大家都相处平安无事 没有这个高低尊贵啊 贫富的分别啊 大家都是一心向善啊 就像一些说起说 就像机器人 没有什么呃呃呃 太近 就是说所谓的没有感情 这对谁都一样 只是有感情 是平等的感情 那么人人这样 就像世外桃源 那么以色列人心中 也有这么一个地上啊 于米之乡啊 等等这个地方啊 以后将来 哎呦 我们这个进天国 就像这一样啊 物产丰富 不婚也不嫁 不娶 也不嫁 等等等等 那就是说加利利 那个地方 实际上是个 物产丰富的地方啊 风秋雨顺 一年四季如春 比较适合聚主 所以人都喜欢 那个地上 完了以后呢 说将来天国比这还好啊 像关系加利利 将来我们就去天国 就和加利利一样 实际上呢 我们在我耶稣 呃 被定十字架 以前肯定跟自己的门头讲 有没有加利利 那个像加利利 那个地方那种 天国地方见 哎 那就是人死了以后 才能到那地方去吧 那是天上的 不是说世间的 所以这帮人呢 不懂 就开始啊 加利利 哦 一动动 加利利 圣地 先往加利利利去 是耶稣早先就讲 实际上加利利利 大家自己去想 就是用世间 耶稣讲到喜欢大比方 用世间的美好的地方 美好的环境 去形容天国的地方 哪个地方好呢 就是加利利 所以耶稣给大家讲 加利利的美好 那么天国比加利利还好 跟加利利一样 那天国就是我们人间的加利利 当然这种比方 肯定是都有 所以大家就是比方 就成了真的了 呃 我们有好多东西 打个比方啊 呃 我们这个事 人相当于什么 结果人就是什么了 那就是 真正意义上 比方是比方 事情是事情 比方 是用来辅助我们明白道理的 打比方不是 说比方啊 手机是个人 那手机就是人了吗 那就打个比方啊 那比方便于我们去理解吗 结果啊 对我手机就是人 结果他不去讲什么 这是比方了 二比 所以加利利最后又成了 哦 先去加利利 今天加利利 就是耶稣说 我在天国里头等你们啊 你们都要到那地方去 希望你们都到那地方去 看你呃 自作自受 自己做的怎么样啊 你做的好 你当然能去做不好 那你就没份了 那耶稣也不可能跑 地狱里去见见你 所谓的啊 在在在在 在在这个天国里头度化啊 教育拯救 天国里头不需要 人人都是圣洁的啊 每个灵都是圣洁的 呃 自己就整自己了 用不上谁再去给谁平安 所以 那么是这么一个意思 呃 祝你们就急忙离开坟墓啊 就要不去找这个尸体了啊 你找啥尸体 所以前面 实者说 你们来找这个那 呃 钉十字架的耶 呃 呃 耶稣 死都死了 你找他干啥 嗯 那么他们就赶紧的 离开坟墓墓 又害怕 又大大的欢喜 跑去呃 报给他的门徒 忽然 耶稣对他们显现说 愿你们平安 那耶稣历来都是如此 愿谁谁平安 人一慌乱打雷 啊 被雷下了天打五雷劈啊 害怕 因为自己做了缺点事 自己都清楚啊 自己害怕 哎呀 做噩梦 都跟这些有关系 以后跟大家分享 这个梦的原理 梦是怎么回事 哎呀 一提又多了 那么 就赶紧的上前去 摸他 抱住他 拜他 啊 又一个肉身复活 怎么可能呢 肉身复活 那就不死 就是了 多简单 有复活 就是肉 物质肉身复活的本事 那还钉十字架 那不是说 从那上面就下来就完了吗 这有什么 你这样表演一番 那样实际上 这都是人类狭隘的思想 去思考 神人合一的人 基督 去思考基督 思考圣 圣人 完了以后 就这种 这就明着 好像是维护圣灵 就像耶稣说的 不亵渎圣灵 是维护圣灵 实际上 就是在亵渎圣灵 那个实际上就是这么悲逆 你造了假 就是亵渎圣灵 不是说 我造假 我为我圣灵 我就造假 那你也是造假 也是在亵渎圣灵 什么叫亵渎圣灵 不平等 造假 通通都是亵渎圣灵 亵渎自己的圣灵 亵渎别人的 这一个弯 大家慢慢就转 那么上前还去拜他 拜当然是拜 为什么要以他为保药 我们又要做成 也要将来一天在加利利 在天国里都 跟耶稣跪面 这样别大关系 结果耶稣告诉他们 不要害怕 你们就告诉我的弟兄 叫他们往加利利去 在那里必见我 实际上呢 耶稣这个话呢 是在和耶稣活着的时候讲的 你们要有信心 不要害怕 面对真理真相 确实需要勇气 不要去害怕 自己犯过的错误 不要去 什么 害怕 这个世界上的物质的丢失 没搞到物质 而是我们来的任务 就是认识真理 坚持真理 行处真理 来 那么 要大家都 最终 就这句话 也是和那个孔子讲的 作者 其余人也 所有的这些灵 都要经过人 这一关做成 完了 人人都要到加利利去 必见我 大家都能见 只不过呢 周期 长短而已 那么这一个呢 是马太呢 有一些 不理解 道听 道听图说 这个词 我跟大家在 《论域》里都分享 我不能用道听图说 来说 因为道听图说 是另外一个意思 不是说大家 传统认为的 那种意思 就是 玄域之风 就是 听来的 完了以后 也写进去 这里头有 有一些细项 大家都很清楚 那么 讲了 把耶稣 你想想三四十年以后 再去想耶稣说的话 这些时间对不上都很正常 说什么对不上也很正常 为什么不耶稣刚定时代价就写就说 就就宣传了 当然 宗教 祭司 被他们 我们的祖宗玩坏了 那同样耶稣讲的话 也被一些人玩坏了 有些人 玩坏的开始吧 好 那么这一节呢 就跟大家分享到这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